好,今天我們大家要來看太陰星 翻開紫微凸階的一百六十頁 太陰星 傳說太陰星的代表人物為 咒王大將 黃飛斧的妻子 賈夫人 賈夫人是很漂亮的一個人 賈夫人花容月貌 叫達己更勝己分 就是他的美貌比 達己,達己代表人物是貪狼星 好 叫達己更勝己分 咒王一見 即欲佔有 而達己 寄託 賈夫人 故於黃飛斧 帶賈夫人到宮中拜年時 借故把賈夫人單獨留下 達己早知咒王 欲染指 賈夫人之心 也清楚賈夫人之 癥結觀念 因此在高樓參宴處 借故離去 使得賈夫人與咒王獨處 咒王見良機已到 強行卑禮 賈夫人 賈夫人敵死不從 掙脫魔掌 卻 苦無處 隱身 盡 自 跳樓 而死 死後 受封於太英星成為清潔之神 施掌清潔 住宅 從這些資訊裡面 這故事的資訊裡面 我可以知道說 太英星 他是一個 增結之心 他是長清潔的 所以跟清潔有關係 他也跟房屋有關係 他是個皇后心 皇后心還有哪一顆呢 天埔也是皇后 那天埔跟太英有什麼不同呢 天埔他的 格 一般稱說是更高 氣質更 加 高貴的 因為他是南斗組 第二 他是在 故事裡面的代表人物是 咒王的妻子 所以 太英星跟天埔心他的氣質還是有所不同的可以去觀察一下 好 我們一般論 太英星有代表母親或女兒或自己 大家會提到 在男命裡面也會代表 女性 女性還是 母親 老婆女兒等等的 那太英很重要 跟太陽一樣 他都有在哪一個工位會比較好 有亮度的區別 所以太陽喜歡在白天的工位 太英喜歡在 晚上的工位 然後會 提到 好 那 簡介部分 太英屬水乃水之金 為填載主化負 那意思是說 這個水之金是乾淨的水 他主富 太陽主貴 就是 太英是有錢的 太陽是有明的 以明望為主 那不是所有太陽星的人都沒有錢 我們 只說他的本性是以明 明望為主 再來 與日相配 就是與太陽相配 有上 弦下弦之用 上弦為 要之機 下弦 減為論之 就是說 太英星 他 比較喜歡 上弦月 下弦月 比較不好 所以你要看你是農曆生在 前面 還是後面 還是中間的日子 太英為清潔之神 為天災主 為淡水 低蛙醋之水 又代表女人 細緻 溫馴 所以意思 如果你是男生 你的命功呢 是太英 你比較斯文一點 那 長相呢 會比較 偏 女性 中性一點 再 卯 成 四 五位 為斯輝 這些都是白天的公位 所以大家可以用 隱身功當交界 過了 隱功我們順行 在卯 成 四 五位 這就是白天的公位 他視為斯輝 太英 他不亮 好 過了 升 升這公位 在 卯 由 對不起 由 驅 害 之 醜 為明亮 這就是晚上的公位 所以 隱身為起弱點 好 太英也是財心 捐低基層 就是他是慢慢累積財富 而 成為有錢之人 英力一日是 碩日 失輝 所以 英力的 就初一吧 是 不亮的 8日左右 上旋月 然後逐漸圓滿 生在這個時候會比較好 至15日為旺日 月圓 光明 再來 劍刺 缺陷 22日左右為下旋月 所以 月晚生的 就是 一個月的 中晚後比較不好 中間很好 那 在 前半上半部也很好 好 太英以 8月中秋最擠 所以生在8月中秋的 太英做命的人會很好 太英男 以之為母 妻女 女以之為母 本身跟女 意思就是說 太英 做命的 女生 可能就代表他 自己本身了 反正 只要記說 他跟女性有關 無論 你是男命或女命 他都跟女性有關 那小時候 是代表 媽媽 那 長大之後可能代表老婆 然後等你生了小孩可能代表女兒 所以你要發生事情的 的話 看到太英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猜是女生 那就看 是女兒還是 媽媽還是 自己老婆 行性 面 色 白熙為黃 白天生人較黑 月中生人 臉圓如滿月 余則 瓜子臉 這個參考就好 男命子武功高壯 毛 影功中等身材 成虛醜味 亦然 隱身 矮瘦 適害 矮胖 這個也參考 女命子胖無瘦 有虛害豐滿 卯成適瘦或中等 這個也參考 絲維持男命有女態 就是太 那個太英心 這個不亮的時候 你男的坐命是太英心不亮 會有女生的 態 就是感覺 絕 女命嬌小 渴望異性 卻不敢接近 聰明文雅 溫順小心 有度量有耐心 重感情 愛乾淨 這是對的沒有錯 但是 這都是不要加 那些煞心 才能這麼論 月明生人 快樂好享受 衣著講究 人緣好 異性原家 有藝術文采之天賦 絲維之人 膽小 懶散 好清潔 但力不從心 對感情 看不開 所以 他跟太陽一樣 有亮跟不亮 的區別 所以他不亮的時候 會造成這些 缺點 亮的時候 就別的文雅有 度亮等等之類的 喜劑 喜月中生人 跟 白天生人 這是錯的喔 要把它化掉 改成夜間 喜歡月中生人跟夜間生人才對 上弦月生人 中秋生人都好 補充一下 太 太陰清 如果他亮的話 他比較會四 半功倍 如果不亮也是多勞少貨跟太陽是一樣的 如果你的命功裡面太陽跟太陰都是在對的位置 所以譬如說 太陽 在 銀卯成四五位 升就不一定喔 那太陰心呢 有虛害 只醜 影不一定喔 所以 如果 太陰跟太陽都在這些對的位置 那 人生會比較沒這麼辛苦 我們補充一下 太陽如果加 晴陽陀螺的話叫行客戶親 太陰如果加 陽刃或陀螺會行客母親 又有一說 因為太陽代表他眼睛 如左眼 所以加陽刃陀螺有可能左眼有問題 那太陰是右眼加陽刃陀螺可能右眼有問題 好 下一句 上旋月會慢慢好起來 既下旋月 又好轉壞 這對的 既撕灰時 日生人 就是他不亮 又是在白天生人 既太陰坐撕灰公衛 就是 太陰不要坐在 不亮的公衛 既撕灰加煞 就是已經不亮了又再加煞心 感情會困擾 手術刀傷 人離才散 是不是一定這樣子 這也不絕對 但是 這是有可能可以參考 喜露存三台八座來會 太陽也喜歡 聲明家 喜露存左撫右臂 一生有錢有膚 主要是因為 有露存這顆心 才是關鍵 沒有一顆心不喜歡露存 喜倉取有文藝才華 每一顆心加了文藏文曲都有才華 喜奎越 公門福祉平安順利 這一樣 每顆心加了 奎越都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你要考慮 你的主心 是這種文藝心 絲文心 比如說太陽 太陰 那如果你的主心是貪狼 或是七煞 或破君 這樣子的 一定是公門福祉我們不一定 這麼認為 因為他是個動心 動心不會喜歡 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工作 做這種行政工作他可能會受不了 但是也不能說 薩波郎閣不會去做公職 他有可能 貪狼家的地空 他把那種貪欲之心空掉了他可能去做公職 這是基準觀念 下一句 喜化露 才更旺 太陽也一樣 喜化科 名利雙收 喜居子 公 喜居太陽 並望就剛有提到的 太陽跟太陰都在對的位置 如果太陰在 指這一攻 太陽應該會在 引攻 這也是 還不錯的 太陽剛出來了有很多無限的可能 這人做事呢 會比較有前瞻性 會越做越好 太陰在兄弟攻 越暗 越明 參越前述特性 而為兄弟間有人 俱此特性者 這一樣 這論法跟太陽一樣 所以你的兄弟攻 太陽落線 這兄弟比較 沒有辦法有成就 但是如果 你的太陰變成太陰 太陰在兄弟攻 他也是落線的 就在 不亮的位置 那兄弟也會有這種情況 化際 逢煞 兄弟難合 且要注意 本人身體 孔有陰症 雜症 因為太陰是一些比較屬於陰症 的一些疾病 加煞心 任何心加煞心在兄弟攻 都跟兄弟可能會有問題 好 那如果不加煞心呢兄弟就其實會比較溫柔 媽媽會比較漂亮 或者是你可能會容易會有姐姐或妹妹 因為兄弟攻 代表你的兄弟 姐妹 這個為 本體 本體 那如果他顯像是 太陰 放上去的話 那可能你會有姐妹 可一般姐妹我們是看 父母公 這為用 那 太陽放在兄弟公是主 男生的兄弟 好 好 下一句 在夫妻公 司徽公位 加煞 配偶找王 就是如果加煞心 配偶可能會 比較過 早 離你而去 但是 實際論命 不可能說 夫妻公加煞心 就 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早王是多早 其實也沒說清楚 那 你有可能是活到 七八十歲 然後 配偶離你先去 其實這 都是很容易發生的 所以 我不會 因為加煞心而論 另一半 逼你先去 好下一句 明亮公位 配偶體貼 男 命 主 得 嫌妻 喜 在家中 伺候 丈夫 整理 住家 所以 你的夫妻公是太陽性好不好 其實這是好事 好 但是 他因在夫妻公他比較適合男生喔 而且他會在愛情中有 潔癖 這可以加進去 挑女朋友會 就是不能有 男人的意思 就是他對感情是有潔癖的 精神潔癖 那如果你是 你命公 不管是什麼心 你本來就是女生 那 你可能 會喜歡 同性 就是女是女命你也喜歡女生 因為太陽代表女生他放在夫妻公你喜歡的是女生可以這麼論 女命主先生姓柔有女子未到 如果你是女命喔 那 你的性向是喜歡男生的那你找的男生可能會個性比較斯文喔 就像 有 巨門心的人喔 他的那個夫妻公 太陽 那 找的 對象 比較斯文 比較潔白 來家事比較 簡單 才會成為他的另一半 下全越生人 太陰做夫妻 夫妻關係先好後壞 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論 好 就看 這個太陰心 亮不亮 如果再做 絲繪公衛 又加煞心 配偶早亡 我一樣說我不會說配偶一定會早亡 但是如果 這個心要不亮又加煞心的確比較不好 好 太陰如果在子女公 我們下一句 其實這就會有一個 在性方面的潔癖了 祖子女俱文藝才氣 聰明溫順 這對的喔 愛乾淨 畫技實意表 思想乾淨但力不從心 這畫技他又產生一些質變喔 但是我認為畫技有時候可能很 執著 與乾淨這件事有可能的 但是太陰畫科我會論 他是潔癖愛乾淨的 這絕對沒有問題 好 那太陰在子女公他有可能主生女生比較 有可能或者是 女生的男生比較斯文 好白天生人或絲繪公衛再加煞 主子女少 這一樣只要子女公加煞心 通常都會主子女少 因為有心客的意思 太陰在財博公 月望公衛他因一組財 財務順 捐滴累成 就是 慢慢累積而成的 思惠公衛若畫技 才暗破 太陰暗之故 怎麼破的都不知道 意思就是 你的財博公雖然是太陰 代表應該是要有錢的 可是他 blank 錯的公衛 然後加上他畫技或是加煞 那就是會越來越嚴重 我就比較不好 好 月望的公衛 才見累積 又基層不動產 喜購至填宅 對 因為太陰他是房屋主 他主房屋 好 那如果你太陰畫技的話其實會比較節儉 好 思惠公衛 才得 自女人 意為女人善盡 所以我一般會論說 賺女人錢是很適合的 因為太陰族女性 那他這邊說 思惠的公衛才得自女人 意為女人善盡 這不絕對 不絕對要看 你的財博公式化到哪裡去 那又一說可以記一下 太陰在財博公會藏私房錢 適合賺女人的錢 或是賺 夜晚的錢 因為他主晚上 或賺水的錢或房子的 做房仲 房子的工作 那 太陰其實也代表 金融因為 他是錢嘛 他財博主 所以一樣你可以做跟金融相關的工作也OK 可是賺水的錢 其實在 我們論天童或巨門會更適合 巨門屬水 天童也屬水 那太陰這個水呢 他比較不是說 是做飲料業那樣子的水 的行業 好在極二宮 太陰屬 陰水 煮肾 肾這個是可以記起來的 血液 女性太陰旺地 煮赤白帶 他在化劑的時候才會有問題喔 如果你沒有化劑 你那個太陰在極二宮 不能說你一定有赤白帶 子宮之極 南陰 陰水 肾虧 這個陰水我把它化掉 我直接覺得難命盛虧 上火下寒 盛冷 金冷 英偉 英偉這句話掉 他有可能性冷感的意思 好 那 如果太陰化季 我覺得才會發生這些 諸如此類問題 甚至可能會 呃 女生水潮或是冷底這些意思 那冷底台語要用台語來講 再來 思惠公衛 脾胃 濕熱 肝旺 自沉 募集 幼主 膳氣 痰尿病 膳氣痰尿病可以稍微記一下 但是 以上這些這麼多病症 我論的時候也沒有說 見到說這個時代 那麼多人 他生了 這種重的病 他還沒看醫生 像醫療比較發達 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這在古代的時候可能這種病症會比較多 好 胎硬的毛病大多不可告人 難言之隱症 這個可以 參考 因為 女生會可能主婦科疾病 赤白帶 冷生 或者是 台語全養 那 男多 破菌在極餓宮多 導陽或 手淫之類的 這也可以記下來 好 天有日月 人有兩眼 陰陽兩星與雙木有密不可遇 可分的關係 所以太陰主 太陰跟 太陽 他一個是主 左眼 一個是右眼 剛有提到 腎水不足 常治 眼睛昏花 可見其 關聯 腎跟眼睛有關係 他因為陽刃 眼睛不好 就剛有提到 他因為陀螺 牙齒不好 這個陀螺 其實本來就會 傷牙齒 尤其在陀螺在福德宮 你牙齒可能會容易掉落 這是真的 好 那陀螺也可能會跟骨頭有關係 好 他現在遷移公 在外有女性語言多得女性之助 這對的 耐力足 出外 常晚歸 這 不絕對 可以參考 好 但對男命來說表示他的女人緣 很好 好 在外表現會比較清白斯文喔 那如果胎英畫技 容易跟女人 相衝 胎英在交有功 與女性交有緣 就是交的朋友跟女性 比較 有關係 施灰時亦有打翻觸筒之 情勢 就是他不亮的時候有可能會 有那種嫉妒心的現象喔 不只中 以女性 叫有助力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 你交的朋友是太陽的話 是男性叫有助力 若為女老闆 會很照顧你 就是說你的老闆是女性呢 他會比較照顧你喔 但是還是要看 這四話非心才能確定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他老闆是衝你關路 衝你命 其實是 也沒有用 雖然你教的是 女性為主 但是他 對你不一定有幫助 所以這 這裡面意思是說 你 如果是男面的話你會比較喜歡柔和的女人 比較規矩體貼的女人 好 那 如果他話記了 會因為女人有吃虧的現象 那如果你是做老闆 那你可能找的員工 可能 女性 居多 如果你是一般人你交的朋友女性居多 而且比較喜歡乾淨的人清白的人 如果阿薩布魯的你不會教 就是說 他的 衛生 習慣 對你來說 很重要 或者你會比較喜歡女性的員工啊 長官有可能是女性呢 所以你跟朋友問題比較不多 除非加了煞心 好再來 在官路工 其實他應該在官路工就工作比較穩定跟規矩了 他比較少變動 主事業平穩 少異動 加泉 或是加入 就是他 四話 有泉或入的話 事業 會有事業 可能也是會創業 然後 加入他比較輕鬆 好 加科會很穩定 那如果你加泉 可能 會變動比較大一點 好 他一屬清潔用品 化妝品 類資 物品 家庭廚具 水電 服飾 飯店 賓館 街壁 經營 因為他組房屋 那我們會覺得 他一放在 財博工 你可能做這個行業會比較 合適 比如說你做清潔用品 化妝品 你買給女生嘛 那清潔用品是誰在買 其實女生在買比較多 好 家庭廚具誰在買 女生買比較多 水電 其實我見到是真的比較少 水電跟 天童比較有關係 那服飾呢也是賣給女生 而且少女服飾啊 是比較偏向少女服飾喔 那飯店 賓館 因為他一組房子 所以可以經營 好房仲也可以經營 所以下一句就是最適合不動產買賣跟介紹 因為他一組富 如果你做不動產的話很容易賺到錢 那如果你他一話如果是輕鬆有錢 他一話全的話是比較事業心 這感覺是不一樣的 好 再來 太陰在填宅 太陰是填宅主 不動產 會多 所以 你命工一定會是破君 那你的填宅公一定會是太陰 所以你一生 一定會有房子 即便你破君 會 很容易 先破 惡利 但最後你還是 會有房子 這你放心喔 但是你的 你的填宅公也不能有煞心 不然會比較多波折 好 喜歡光線微弱的房間 望宮 燒亮 就是他 不像太陽 太陽在填宅公是比較 亮的 太陰在填宅公會比較暗一點點 甚至你會比較想要 溫馨的房子 翻過來 同音在填宅 就是天同 太陰在填宅公 白手起家 陰陽在填宅就是 太陰太陽在填宅公 不動產很多 是日月照壁格 日月照壁必要在 衛宅或醜宅 所以太陽跟太陰 只會在衛宅跟醜宅同宫 基因在填宅 亦可自治 就是天基跟太陰在填宅公 那一定會在 影宫或是深宫 那有可能會自治 財產 但購置離 出生地叫遠之地 這個參考 是不是 離出生地那有遠之地 我們不知道 因為天基有白手起家的意思 天同太陰在填宅也有類似這樣的意思 但是你住的地方會比較乾淨 人會比較和氣一點 你不會住在髒亂的地方 附近有林圓 低蛙之地 水溝 全景 光線微弱者為入局 這可以參考 太陰在填宅在家常晚睡 家裡整理的很乾淨 晚睡不一定 畫技時想整理卻立不從心 我覺得畫技可能 會有執著在家裡的某些事情會喜歡待在家 但是想整理 卻不立不從心 我會論 這不一定會想整理 因為太陰畫技在填宅的時候 喜歡待在家但是會不會整理 這我不能確定 那太陰畫科的話 會 他會把家裡弄得很乾淨 在福德宮 太陰在福德宮 如果你是男命的話 有異性緣 這個我把它劃掉 但是他思想浪漫 重精神生活是 對的 因為福德宮 是太陰跟異性緣 有沒有關係 我不會用這個工位來論 好 那你的興趣比較屬於靜態的 這是有可能的 你可能喜歡房子 這是對的 可能夜貓族 性格比較溫柔 是對的 或者你晚上精神會比較好 尤其女命會這樣子 晚上精神比較好 這有可能 好 那 他因在福德的男命 會喜歡 女人 他的幻想跟夢想是女人 這是會的 就是你喜歡的是女生 好 所以 如果看現象的話也可以參看 福德宮 是太陽還是太陰 就代表喜歡陽剛的還是比較喜歡陰柔的 好 最以男命望守一生 想福 所以他是在望的工位 對男命來說是好的 那你的精神也有可能會有潔癖 因為是福德公主精神位 不喜畫祭 心事不敢說出來 因為 他畫祭會充財帛 如果是男命的話 他可能會為女人花錢 因為祭在 太陰然後在福德公充財帛 會為女人花錢 那女命會為了美麗而花錢 因為太陰喜歡美 或做整形 化妝品等等之類的東西 會買那些東西 而花錢 在父母公 與母親元後 思惠反之 化妝與母親相欠在 就是說你的父母公是太陰 要不然就是主爸爸比較溫柔 要不然就是你母親 佔了權 這個觀念邏輯要慢慢習慣 因為父母公 主爸爸 但是他放的太陰呢 要不然就是爸爸 只要吃穩 要不然就是媽媽是在家管事的人 母親有權 第二句 紀錄孤城或撕毀加薩 或遇白斧 母早逝 這參考 但是如果他的 太陰星在父母公 他不亮 又加 薩星 或遇到白斧這顆星 他有可能會真的會有一些 什麼事情 這父母可能不順 但是早逝的話要去看情況 以上 大家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 我們下次見 他會有興趣的 動員 一步 多解